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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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卦卦卦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道这些天 这个春日浪漫的时候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在春天是非常的繁忙 一个是呢 真的是非常爱花的人 那么一年四季当中 春天真的是花最美的季节 所以在这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花的喜悦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之余 也抽空去看看春天的花朵 可能你从此以后 也会爱上这种有生命力的 象征着春天的花朵 那每一次看到这些室外的这些自然生长的美丽的花朵的时候 都由衷的感叹生命依然如此的美好 尽管疫情已经肆虐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至少现在美国人的生活在渐渐的逐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 我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带孩子去NRG Center去看了这个Disney on Ice 大部分的人也并没有戴口罩 好像我们已经回到了相对正常的以前一样的生活 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不是还会再卷土重来 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珍惜这一刻难得的这种平静的幸福生活 远在中国大陆那一边的朋友们和家人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哎呀天天核酸检测折腾的药病 没病都快折腾出病 所以我们珍惜此时此刻的幸福生活 尽管如此可是眼前呢 这个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们还是时刻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在哪里购物啊 可能你会发现有的地方这个超市的这个果蔬的供应 就不像以往那么充沛 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果蔬的这个大货车滞留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也就是说平时从墨西哥运到我们德州的这个主通道呢 由于德州州长的这个大规模的卡车的边境检查 人为的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货物滞留在那儿 而这些生鲜产品呢尤其是这些水果蔬菜啊 它不像其他的耐用品你晚个几天顶多是迟到 它不会变坏 可是这些生鲜产品很有可能农产品就烂在车里 造成很大的浪费 当然也是民生啊这个受到影响 所以呢这个州长最近也是放宽了一些政策啊 要求墨西哥那边对于一些卡车先行进行一些安全检查 其实呢这都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因为这些每天往返于德州和墨西哥的这个生鲜运输的卡车 也可以说是人口走私贩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渠道 因为大货车那么多的菜非常容易藏匿这些偷渡的人群 你稍微松加管制呢 这个菜里边就中间藏着很多的人过来 这个久而久之就会对德州的经济和安全 以及长久的利益受到这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德州已经发了一辆这个大客车到华盛顿首府去了 第二辆这个大客车也在路上都是这些移民啊 这些非法移民已经把他们直接送去首都了 这也是可能是德州一个无奈之举吧 所以在这种现象之下 大家如果发现菜价涨了或者是没有那么充沛 我觉得呢就是多走几家店 另外呢有一些耐用的商品啊 能够放得住的就可以囤一些 另外现在春季大好的时光啊 如果你听我们的世华弄草节目就会知道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播种的季节 我们德州呢这个地大很多人家里都有院子 在这个后院或者是像我是在房子的侧面 开闭一个小菜园呢 都可以很大的缓解这个家庭的一个一个 这个吃菜的问题 你可能会说哎呀 基本上这个种菜是一个非常费功夫的事情 可是这个世华弄草的过程啊 又可以让你身心放松 又有新鲜的蔬菜吃 所以在如今呢菜价飞涨 而且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 非常建议大家弄个这个一米菜园 就是像沃尔玛就卖那种小的那种木质的一米乘一米的那种框一样的 就可以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呢 把它们架在那儿填上土 就可以种各种菜 而且于老师也介绍过就是去超市 拿那种不要的塑料框 带冻的那种 就捡回来下面铺上报纸 土就不会漏了 然后呢在报纸或者是纸壳上面呢 再放上买来的原土 就可以种菜了 而且一些生菜呢 你可以把上面的菜减了根留着 底下的根还会继续长 所以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少 尤其是这种退休的老两口 吃饭量不是很大的时候 这你别小看这一米小菜园 或者是一些这个塑料框的这个种菜 很有可能能够解决燃眉之急 那么像家里常用的葱姜蒜啊 我都是种在这个小菜园里的 尤其是姜和葱 那个葱如果你选好的品种 包括你就从超市里买现成的葱有根的 就种在土里 它很快就可以长成一丛 这样呢家里不管什么时候做菜 有时候就缺那一把葱 你不用单位这一码葱呢 跑去老远去超市里去买 后院随手一捡就是一把 或者种一把小芹菜 调调味一小把韭菜调调味 这都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释花弄草的过程也可以让你非常的快乐 那个姜呢就买整块的从超市里买了 直接种在土里浇浇水 湿湿简单的肥 它就会郁郁葱葱的长大 家里总有新鲜的姜吃 那放在冰箱里的姜 你可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非常容易坏 要么烂掉要么干掉 非常的可惜 想吃的时候呢 家里又没有可以吃的姜 那么种在后院里的这个姜 就真的是解决了问题 我现在永远不缺姜吃 而且这个新鲜的嫩姜长出来的 我的家人来做客的时候 用它打掉 打成这个姜汁 放一些honey 放一些蜜糖 非常好喝的这个姜汁蜂蜜水啊 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饮品 所以在这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么这个蒜呢 种下去就会长成蒜苗 所以这个蒜恐怕就是想吃蒜头 还是要买一些保存在冰箱冷藏室 那么另外呢 除了这个种东西以外 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了 大家也看一看什么东西特别的贵 种一些这样的菜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较值得 那么同时在这个春天 如果你有空呢 也可以出去和大家去这个德州有很多的农场 去采摘一些各种草莓啊 黑莓啊等等 刚刚过去的周末 我就带孩子去了一些农场 去采摘草莓 具体的名字就不直接说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 你只要在Google上去搜索这些farm 我每年也换不同的这个草莓农场去采摘 去看看他们的规模 他们的品质 那么有了孩子以后 可能我不光要采摘草莓 我还要考虑这个草莓农场 是不是同时有些孩子可以玩的地方 所以今年呢 我就选择了249那边的这个 离这个Renaissance Festival 就是文艺复兴节不远的地方的一个草莓农场去采摘 那除了采摘草莓呢 它还有一些儿童玩的这些游乐设施 鞦韆啊 还有赚的那个大桶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家里有小小孩的人呢 去这样的农场就比较好 又可以采摘草莓 又可以去玩一玩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不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这些草莓农场里的草莓并不便宜哦 首先啊 这个圆啊 不说你这个往返的油费是比较贵的 然后呢 这个草莓我今年采摘的是七块钱一磅啊 然后不能用自己的箱子和盒子 它有一个纸箱 所以那个纸箱看上去不大 可是这孩子们一摘啊 就大半桶 如果说这个整个纸箱 你要是装满了的话 我前面一个老美特别nice 她出来的时候还提醒了我一下 她说我告诉你哦 这的草莓并不便宜 她说你看见我这个没有 一不小心摘多了 这就是八九十块钱啊 还没装满她这一个一个纸箱子 所以这个草莓大家也知道 她的这个耐放性质不是很好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马上吃完 两三天大概就坏掉了 所以去采摘的时候还要考虑 不要一高兴才多了 然后呢 这个采摘草莓呢 也有一些key 你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去摘草莓 这事就没办法了 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 有一种体验 这个七块钱一磅的草莓呢 如果你摘这个又甜又大的 品质比较好的 这也算值了 孩子们 你想五六岁的孩子们 那就是看见什么样的就摘 提醒他们要摘红的大的 可是呢 明显发现孩子们摘的 这个一箱子草莓就比较小 然后有一些也不太好 这样 我也是要付七块钱一磅 不过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父母来说 这个摘草莓的过程 让孩子们体验是更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想吃到好的草莓呢 就是要成年人去采摘 另外呢 以我的经验就是 他一进了农场 一般他有一个就是 让你去拿筐的地方 从那个筐出来的时候 近处的草莓 就都被人采的差不多了 因为大家都是出来就看嘛 所以近处的草莓 基本上剩下的都比较小 那孩子们根本听不了劝呢 扎进去就摘 摘的都是比较小的 但是也挺红的草莓 可是人家有经验的大人呢 就会稍微往远处走一点点 这草莓农场的面积 一般都不太小 你要稍微舍尽求远啊 走几步 到远处的这个草莓农场呢 就是摘的人比较少 就那些特别个儿大的 特别甜 特别美 特别漂亮的草莓 可以去采摘 所以呢 这些就比较适合 我们成年人去采摘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呢 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小孩 你就不用考虑 这个农场的玩的这些性质了 你就可以找一些 离你比较近的 这些草莓农场去采摘 因为油钱 现在也要考虑 这个物价上涨 油费上涨 所以呢 这些也是在我们的考量之内的 那么这些草莓农场 有一些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 像我去的这个249这边 就有洋葱 它的洋葱是两块钱一颗 然后自己去拔 所以这个拔洋葱的过程 对于孩子来讲 是挺有趣的 其实 这要买洋葱的话 不一定值得 可是 如果你家里有菜园呢 你可以像我这样 就是 当然孩子们拔的洋葱 有大有小 两块钱一颗 稍微小一点呢 就把它种下地 或者你拔回来家 如果没有马上要吃 我也建议大家种下地 因为它是刚刚拔出来的 所以下面的根须 还都是保留的很好 直接种下地呢 它就会长势很旺盛 稍微浇点水 然后这个洋葱呢 就会慢慢长大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拔 而且这个洋葱 不但长大 它还会分支 长出其他的小洋葱来 如果不着急吃呢 很有可能就长出 这个一小群洋葱来 这个时候也是达到了 这个洋葱自由的目的 什么时候想吃 什么时候就后院拔一颗出来 非常的新鲜 而且呢 这个葱啊 和洋葱都是很容易长的 它们属于这个 不大用费心思 就照料它们就可以长得 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蔬菜 所以呢 这就是去农场的一些 快乐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休斯顿北边呢 像Woodland呀 或者是这个45号北边呢 有很多的农场 因为那边的地 都是都比较富饶 也比较肥沃的 那么离这个 Old Christmas Tree Farm 不远的地方 也有另一家Farm 上次我曾经去过 那一家农场呢 就是它各种蔬菜比较多 然后它还会有一个 卖蔬菜的园 如果你不想自己去采摘呢 它这个农场里边的 这个自家的店面 也都会卖一些非常新鲜的蔬菜水果 你在那儿呢 就会找到一些 平时在外面超市所 见不到的一些品种的蔬菜 比如说那种叫做 像做水果小辣椒的这种甜椒 细长的 但是是淡黄色的 这个青椒小辣椒 但是他们那个农场主 就拿过来随口咬 我说不辣吗 完全不辣 他说你尝一尝 真的是不但不辣 那个小辣椒 还有一股奶香味 所以呢 这些都是你去农场的一些乐趣 就是说你能够 可能采摘到一些 平时在外面 所看不到的一些品种的蔬菜和水果 当然你别想着去农场买便宜 价格是不低的哟 这些小型的农场 他们的运作成本也很高 然后这个就是涂个新鲜 或者涂一个有机 他们的肥料比较好 还有一些胡萝卜 水果胡萝卜 水果这个tomato 水果的这个些小番茄 他们剩在这些品种非常的出色 而且会让你这个尝到这种绝佳的 非常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味道 所以这个春天如果大家有空 不妨去逛一逛我们德州的这些农场 你一定会不需此行的 好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上市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跟大家聊了聊春光明媚 是一个好时间 出门看看花 看看草 当然也是播种的好季节 由于物价飞涨菜价飞涨 包括美墨边境 现在由于德州州长的检控 检查这些大货车 可能会造成一些运输的问题 当然经历过这一场疫情两年多的时间之后 很多人也从中西取到了教训 永远要有备而无患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有钱人 真的是让人羡慕 自己家买了大农场 也开始种菜 海边也买了房子 开始生活 因为他们意识得到 万一疫情再卷土重来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疫情的时候 这一大家子人和一家子好几个 这个一大堆的孩子 生活是个问题 那么当你有了足够的空间农场 可以自己自足 有井 有水 可以种菜 可以保障一家人的生活 海边有房子也随时可以钓鱼的时候 就可以去从容去应对生活的这些变故了 当然我们普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 可是好在呢 美国就是这一点非常好 有钱人有有钱人自己的地 那么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这些公共的环境去钓鱼 也可以去在自家的后院去种一些菜 上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聊过这个 可以在家里的菜园呢 种菜 那如果说你的HOA管理比较严格的话 就是说当然前院我们一般是不要种菜 在邻居能够看到的地方 在美国人的习惯呢 都是要以美国为主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种菜 去影响市容 那么在后院或者是房子的侧面 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用这种可移动的塑料框 种一些这个小的可以移动的菜园 不但可以享受释花弄草的乐趣 同时呢可以啊 让一家人吃到新鲜的有机的蔬菜水果 那么这个在楼房住的人都可以在一个几平米的 这个小阳台种菜 更何况我们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有房子有地的 这种生活的状况了 那即使你的家庭是生活在condo 或者是没有多少菜园的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通过种在花盆里和塑料框里 实现这个蔬菜的自由 那么在疫情防控以来 这个很多的在中国大陆呢 像屯菜呀抢菜都是很多市民的头等大事 包括在中国的上海 那真是一菜难求价格飞涨啊 所以如果早一点有备呢 自然就无患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阳台种菜呀家庭种菜呀 小菜框小菜篮 包括这个花盆种菜都是非常可行的 尽管美国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其实这个小菜框种菜 也是非常容易的一项选择 不管是可以观赏性的 哎你还别说呀 就连这个葱种起来都很漂亮 然后呢这个一小花盆的葱 不但随吃可以随摘 还可以放在门口啊 还有这个有助于这个防止蚊虫的作用 因为葱的这种刺激性的味道 一些蚊虫他们不太喜欢 自然就会远离你家的门口 那么同时呢像这个 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 你可以种自己喜欢的很多的果蔬和蔬菜 然后不同的时间 撒下种子或者是菜苗 他们这样呢就可以达到 比如说你要有十几个小菜盆 这种小菜框的话 你就是一茬一茬 这一茬比如吃完了减了 它需要时间去长 那么另一框呢可能就正好到时候了 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从无到有需要一些经验的 也就是说你经常种 你大概知道这一个菜苗 包括蒜苗 它大概多少天可以收成 然后呢这个一框一框 种起来的话大概就接上了 所以在这我非常建议这些 尤其是退休的听众朋友 可以在家呢搞一搞自己家的小菜园 有地的呢种地上 没地的呢就搞一些菜框 又可以呢让它们轮流接受阳光的照射 比如说有些菜喜欢太阳的就照太阳 那么现在春天的阳光 你可以放在直射阳光之下 到了夏天可能再过一个多月 夏季炎热的时候 这些菜就不适合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阳光直射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搬到 这个稍微有点半阴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阳光呢也够蔬菜成长 又不会过分的灼热 去让这些蔬菜呢这个过早的枯死 所以这就是这个菜框移动 小菜栏的一个优势 另外呢花和菜也可以种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后院的这个花墙花篮 你的这个花床 我们就有休斯顿华人员一协会 把这个生菜种在边上当作围边 你知道有的那种生菜长得很漂亮 就像冬季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那种 看上去像菜花一样的 那个Kale 就是一圈一圈的 有的是紫色的 有的是黄的各种颜色 那个不光是能看还能吃哦 它本身就是Kale 那个菜是很有营养的 那像卷心菜一样 所以夏天呢就不适合种这种菜了 但是生菜长得会很好 而且生菜又不长虫子 而且生菜你把上面剪了 叶子摘了 根还会继续长 所以那种比较直挺挺的 样子比较漂亮的生菜 你就可以在花床的一边 整整的种这一大牌 它长起来也是很漂亮的 包括这个菜花啊 这个Color Flower 还有紫色的这个甘蓝 还有紫色的这个西兰花 都是非常漂亮的 它们这些特殊的品种 也可以起到装点庭院的作用 还可以让我们吃一下大块朵頤 我想这个是在这个春天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学习的 另外呢 其实很多人已经做过一些调查 这个种菜种花真的可以让人们身心愉悦 也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然后这个花和菜呢 也可以完全种在一起混搭 有时候也会很漂亮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相信呢 大家可以从中都找到这种快乐的 一个种菜的和种花的生活 另外在这也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种花种菜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贼的作用 比如说在这种家里的院子院墙 尤其是这个窗外 可以种一些带刺的玫瑰花啊 或者是那些有刺的一些灌木 这些灌木刚刚种下的时候 可能个头不是太大 它大概就是到膝盖这么一个长度 但是你只要在初期 浇水施肥有阳光 它很快就是长起来一大丛 如果状况好的话 一般一两年的时间 这一个灌木就可以长成 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大丛 你知道这种地方啊 这个贼天然的就不愿意 从这个地方过 因为它会刺到它 所以可以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的作用 那么如果你的家是属于这种 稍有点偏僻 院子又很大 除了养狗是一个保持家庭安全的方法以外呢 种一些这些带刺的玫瑰和灌木 在你的窗下 甚至是这个一些院墙的四周 都可以起到美化庭院 还可以起到防贼的作用 所以这些天呢 就提醒大家啊 天气炎热了 慢慢就要炎热开始了 那么现在是一个抓紧时间 我们可以种东西的好季节 同时也提醒大家 在这个春天啊 注意安全 因为刚刚也有朋友们 又有一些通报 在Gallery购物之后 回到这个餐厅吃饭 刚进餐厅不久呢 这个车的窗户就被打破 又有人偷了他刚刚买的名牌包包呀 哎呀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的安全系数要小心 而且这个盗贼跟踪你呢 到餐厅还好 如果跟踪到家里 后果可想而知 而且一旦知道你的家庭的经济状况 也可能会把你设定为 下一次抢劫和偷盗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疫情之下 治安也是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漏腹 然后购物的时候要小心 小心跟踪 先去一些安全的地方 然后这些东西呢 该藏好要藏好 永远我都觉得 有时候这些东西真的不必要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像我现在家里就不存什么东西 以前也曾经家里被盗过 现在关上门就走 你会觉得心里格外的轻松 我出去暑假度假 你也不用担心家里被偷盗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来吧 进来也没什么东西 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贵重的东西呢 存到这个银行的保险箱 然后人到中年之后 你就连买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的不如出去钓一场鱼更开心 又可以吃鱼 又可以享受 那个贵 我是觉得值得 所以可能人到中年 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在这儿也就跟大家 吐吐槽 分享一下吧 就祝愿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春日的生活 安全 平安 健康 比什么都重要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儿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